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曲颜子 李宗盛 詠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詹茂雅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就打破了他们写实的这个上帝创造万物的这个观念 而很快的就从写实经过变形而导臭下 所以说我们在过去这段时间 尤其在过去的一百多年来 我们最先鸦片战争失败 接着是八国联军把中国打得落花六岁 所以因此中国人就开始对于这个西方开始崇拜 尤其是花家 所以这个 因为我们的这个 百姓政府的无能 使中国变得 是自民一个地位 所以说对这个民族的信心 自尊心 乃至于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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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总而言之 就是 整个受了很大的打击 然后呢 结果西方就利用他的船间 暴力 这个 来推 就是宣扬他们西方的文化 这些观念 这些价值观 所以说这些年轻的画家 一面是对于传统文化的失望 二来看到西方二十世纪以来的这个绘画的这个生生不息的创造力那么强 结果年轻的画家都开始画西方 所以我们做过艺术系的老师的人都知道 每一次招生的时候 每一次招生的时候 考西化的人 要比考国画的人 要多得过 这就是西方文化的向东方治理 但是 现在 已经 不同了 所以我们现在 在 我看 我们还是在继续 来看 这些 作品 好的 下面 下面 所以我现在 给介绍一下 介绍一下 西方人 怎么样的 从东方 从中国的书法里面 去吸收营养 去把 中国的东西 把它变成他们的成本 知道吧 所以说说说说这个 我们都知道 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欧洲的 绘画已经开始转变 而且呢 法国是 是被称为世界 绘画之中 但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美国人 开始强盛 常常挺多 道路好游玩 德国 勾联秋千 鸿冬斗河奔校 一手 這個怎麼回事啊 終於這個運領暗記錄再聽到你首歌 你的同事監獄乖再次殺人家 這個是怎麼回事啊 說美國人認為他們的文化是次於歐洲 說他們要想把巴黎之都這個稱號把它拿到紐約去 因為他們在軍事上已經是第一強國 在經濟上第一強國 在軍事上又是這個領導世界 說因此說著西方 這個美國就想把西方 也就他們認為世界的繪畫制度簽到紐約去 說本來有一批畫家是受中國的書法的影響 而形成了一個紐約畫派 他把紐約畫派把它改個名字 叫做抽象表現派 因為紐約畫派太地方性了 把它改成抽象表現派 然後政府用了大批畫派 然後政府用了大批的金錢來做宣傳 而且不但是做宣傳 它是用中央情報局的力量來做宣傳 所以你們想想看這個鋪天蓋地 所以因此就把抽象表現派 一下子就弄成一個 鼓吹成一個世界的 一個領先的這個畫派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所謂的 美國的抽象表現派的 領導全世界的這個畫派 是怎麼來的 所以你們可以看到 左邊都是中國的書法 等一下有好幾張片子大家可以看 左邊是中國的書法 右邊是紐約畫派這些畫家的這個作品 這個是Jackson Pollock 的作品 所以我們只要是對於西方的揮畫 稍微有一點了解 都知道這是非常大的這個名家 好的 所以你們看到 左邊是中國這個書法這個詩碑的撻片 右邊是Mark Tobey 的作品 所以他是自己承認 他是受了中國這個書法撻片的影響 所以他還把他的畫稱作白描 好的 好的 所以你們看到 左邊是中國的書法 右邊是France Klein 這都是非常大的名家的作品 所以你們可以看到他的中間的關係 好的 所以你們可以看到 左邊中國的書法 右邊是抽象原來的作品 好的 所以你們可以看到 所以你們可以看到 右邊 是西白石的一個圖章 我把它局部放大 所以你們可以看到這個中間的關係 好的 所以你們可以看到這是個什麼字啊 說這個是Mark Tobey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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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那個 Matherwell 這是Matherwell的作品 他看到中國的這個周字 這個 這個結構非常好 但是他不認識這個字 但是覺得很好 他就把整個這個字 就放在他的畫上 是吧 這把中國這個字 完全變成一個西洋的繪畫 你說 這個中間的 這個中間的 這個中國的文化的 對西方的文化的影響有多大 好的 所以你看這個是個兒子吧 好吧 好的 好的 所以就在這個時期 就是我們在台灣 看到影響之下 變成了全球的最偉大的畫牌 影響到整個全世界 你知道吧 所以我們就反省 我覺得我們在六十年代初 在台灣 我們就開始反省 就是說我們怎麼樣的能夠把 中國的繪畫 從協議化也把它推向 抽向 好的 所以當時我就看到了 這張畫的圖片 我就覺得 中國文人畫 一直強調書法如畫 書法即畫法 但是結果用的書法 都是行書 都是傳書 都是歷書 為什麼這種狂草的筆法 沒有在這個文人畫家 能夠發揚光大 為什麼沒在中國畫的這個裡面 發揚光大 所以說我就是受了這個畫的影響 我就開始用狂草的筆法 然後來創造一些抽象的畫 好的 這個是我在1963年的作品 說在這個裡面 你們還看到黑的線裡面 呈現了一些白線 這個是我在當時的一個想法 就是說中國繪畫跟西洋繪畫最大的不同 西洋繪畫它是用油畫顏色 是用面的表現方式 而中國畫跟西洋繪畫最大的不同 是中國繪畫是用水來調的 然後呢 用點和線組合而成的 但是中國畫的 但是中國畫的點和線的組合全是黑的 那個時候我在想 如果在中國畫裡面 能夠把白點白線加進去的話 那就把中國畫的表現能力增強了一倍 把它表現的領域也增強了一倍 所以說我就在想辦法 我想怎麼樣能夠把白線加到中國畫裡面 所以我就想盡了辦法 這個就是創造的一種值 所以我那個時候一直在想 繪畫的創造 除了計畫的創新之外 材料的開發也是創造的一部分 因為為什麼 因為中國會畫最早是畫在墻上 然後畫在磚上 然後畫在布上 然後畫在圈上 然後只發明了畫在紙上 而且紙呢 又有棉子 又有棉子 又有馬子 還有各種不同的紙 那我就在想 我能不能創造一種紙 而這個紙能夠把白線表現出來 所以因此我就在這種思想下 就創造了一種紙 而這個紙上面 抄上一層紙巾 所以因為這個紙是一個新的材質 所以後來紙廠就把它叫做六個松子 所以我就用這種紙 然後畫上墨 畫上顏色之後 把紙巾撕掉 因為那個紙巾在紙上面 它就把墨跟顏色給擋住了 所以那個下面的紙還是白的 所以因此你們可以看到 這中間就加了一些白的線 所以沒有想到 我在這種一種創造 結果 反而把這個老莊的哲學思想表現上 在我的畫面 為什麼 因為老莊的道家 主要的哲學思想 是陰陽二元論 所以過去中國畫只有點黑線的時候 西洋人說中國畫畫是一鏡會畫的 所以後來我把這個白線 把陽線加入到畫上之後 到反而把老莊的這個思想給表現出來 這個也是意外的一種收穫 好的 所以這是在這個時候 在這個之前 我的一個想法 是整個的繪畫的發展 是從寫詩經過協議到抽象 我一直鼓吹抽象畫 鼓吹抽象 所以抽象才是繪畫真正找到它的本身 才是真正的繪畫的呈現 其他具象畫 它都有一個帶說明性質的一種東西 可是我看到泛寬的西山行雨之後 就完全不一樣 因為這個六十年代初 這個台灣有一些作品 要到被美國借去到美國區區區會長 所以我們才第一次 真正的看到 故宮博物院裡面收藏的東西 中間就有一張泛寬的西山行雨 所以結果我看 站到那個畫面前那個畫很大 站到那個面前之後 我就覺得一股冷風吹下來 我渾身起雞皮疙瘩 其實哪裡有冷風 其實就是一種感動 說著泛寬的西山行雨 讓我感動的渾身起雞皮疙瘩 所以後來我幾次環球旅行 去參觀多少西方的大師的作品 而且我過去也曾經花過一段時間去畫 油畫去模仿過西方很多大師的作品 但是看到西方的作品 我沒有那麼感動 但是看到中國的這個泛寬的西山行雨 我能感動的渾身起雞皮疙瘩 所以後來我就一直反省 我過去補充的抽象畫 為什麼我現在看到很多抽象畫沒有那麼感動 結果看到泛寬的非常具象的山水畫那麼感動 所以我反省到最後我就發現 畫家畫任何東西都不是畫那個東西 都是在表現他的對於藝術的看法 對於藝術本質的體會 所以說你畫人物畫 你表現不出來你的那種感受 那你就畫花鳥畫 畫走獸畫 如果你畫走獸畫 花鳥畫還不能表現的話 我就畫山水畫 如果這些畫這些具象的繪畫 都沒有辦法表現你的這個想法的時候 那你就創造自己的抽象形狀 所以說表現 畫家表現 任何的一種形式 都是為了要達到他的表現的目的 而其實並不是畫那個東西 所以我們畫人物並不是在畫人物 是藉人物來表現他對藝術的本質的體會 所以因此從此以後 我畫的畫 它抽象也行 具象也行 所以說後來 我這個 在過去 如果我畫這種畫 上面感覺出來有一個山頭 那我覺得這個是不對 我都要把它塗掉它 但是呢 到了一九六四年的時候 也就是我 這個畫這個抽象水墨 第二年我就開始 我的思想就轉變了 所以有個山頭 我也不在 我也照樣的 只要這個畫 把我的想法表現出來 我就對 畫得像 所以 後來畫的 有的時候是抽象 那我也就抽象 有的時候抽象出來具象 那我也就具象 所以因此 這張畫 你說它是山水也好 你說它抽象畫也好 你說它抽象畫也好 好的 所以說我們 所以說我們在台灣 成立了一個五月畫會 說在台灣 說在台灣 我們是 文化會 是最早 開始畫 中國的抽象水墨畫 所以那也就是受了 抽象表象派的影響 然後大家覺得 中國畫畫也應該可以 畫出一些抽象的 這個作品 所以這個 每一個畫家下面 都有名字 好的 這些都是 五月畫會的 畫家 畫的水墨畫 所以在台灣 五月畫會 就引到了 整個台灣的 水墨畫的發展 好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五月畫會的這些畫家 都是畫水墨畫 但是每一個人 表現的並不一樣 所以你想想 韓向年 他是用滾筒 不是用筆 用滾筒 來沾了墨 然後把中國的 這種 古物的這個形 把它呈現出來 這是他的一個 構圖 好的 所以 洪弦 是 普希瑜的 如是弟子 他 他 就講 他只三百九叩首 去做這個 普希瑜的 學生 如是弟 他說 他說 這個 普希瑜 就 上來 一年 就 讓他 讀四十五金 然後再幫他家裡 打掃啊 做這些工作 他說 兩年之後 開始叫他 練書法 說 你畫畫之前 一定要練書法 你來跟我學畫 你要先 先讀四十五金 先要 來 寫書法 你最後 結果他 在十大 畢業之後 結果 還跟普希瑜 還沒有學幾天畫 結果他就出國了 出國到最後 參加五葉畫會 他就開始 把這個傳統 國畫 他也 開始 變形 這是他的作品 好的 這 就 不是五葉畫會的 畫家了 這是受五葉畫會 畫家影響的 台灣畫家 好的 所以你看看 這些 有力是從書法 開始 這個 發展 也有是用水墨 開始發展 好的 好的 所以你看看 劉勇 他就是用水墨 來 開始 發展 好的 所以這 你從從 這一次也 也參加了這一次的展覽 好的 所以這是一個老畫家 他本來是個軍人 他六十歲 這個 退休之後 開始畫畫 但是呢 他畫的還是具象的 但是呢 他的這個筆法 就跟傳統 這個畫家的筆法 完全不一樣 是他自己的 自成一道 好的 所以你們看到 這個畫家 是杭州藝專 比 年紀比我大很多 而且現在已經過世了 說他本來是畫傳統國畫的 結果他後來也開始 是用線條 來組合他的作品 好的 這 胡念祖先生 大家都 大概都 知道 他蠻有名的 說 當時他也 開始 把這個 山水畫抽象化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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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這個 西雷劍也是杭州藝專畢業的 也是 現在也是過世了 但是 他最開始是畫油畫 後來畫水彩畫 最後 也是畫水墨畫 好的 所以這個就是 說這個就是 在 也是在六十年代就開始 在 美國的 中國畫家 這是 這個 曾尤赫 這個 現在好像定居在北京了 他本來在夏威夷 在夏威夷大學教書 所以你們這個小陳其寬是非常有名的 這個 現在是一個畫家 他也是在美國開始 也是在六十年代就開始 所以 這是 王岐謙 王岐謙 是上海的畫家 後來 去了美國 他 這個 是 吳梵的學生 到 最後 他也開始用 他 他墨 就是用這個 脫墨畫 來做的 是用 塑膠 塑膠紙 然後塗上墨 把它皺起來之後 來印 印了之後再燃 這也是新的激發 完全把 傳統的筆墨 他放棄